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 海里成长 你的口型尤其是初学的同学们 亲爱的同学们 你初学的话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把嘴线竖起来 把你里面的这个腔体打开 因为我们平时说话 以及你在唱流行歌的时候 都根本就用不着打开里面的 这个内口腔 用不着打开 比如说我现在给同学们说 大家晚上好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老师的直播间 请大家把四部曲持续做起来 对吧 我只要张开这一点就可以了 我没有必要说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老师的直播间 你这样说 是不是特别的夸张啊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平时说话 就已经养成习惯 不打那口腔 不打那口腔 那么只有通过这个 美声唱法这些练习 来打开口腔 比如说 你才能打开 那平时不唱歌的时候 就不打开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这个唱歌的口腔 和平时说话的口腔 和腔体的运用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 那个啊 一定要注意了 可能同学就说 老师 我的嘴怎么打不开啊 我说你不是打不开 你根本就没有打开嘛 根本就没有打 是不是 所以一定 你不会说 同学们好 总不至于这样说话吧 嗯 所以同学们好 哎 张一点点的嘴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唱歌的时候 比如说 小时候 妈妈对我讲 到海 就是我故乡 是不是不好听 根本就不好听 那你嘴都没有打开 更不用说 我们唱歌时候 要用的什么 自证腔圆 那就更谈不上了 所以一定要 小时候 妈妈对我讲 就是这样夸张地做起来 好不好 尤其是初学的同学 你就这样试试 你可能七天的练习 你唱歌就要轻松很多 不信的话 你一定要试试 学了美声民族呢 你再唱流行 那就是太容易了 真的就是小菜一碟 因为美声唱法 它的通道非常容易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